上星期,好像星期五 我們公司就看到一條影片 有一位朋友仔,叫Match Leung 就拍了一條影片 回應阿HeiHei那條雪米池的影片 這位朋友就自己試吃這個雪米池 自己拍下,說一下覺得不會好吃 我們看得很開心 全公司包括HeiHei包括我自己 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覺得 咦,這位朋友敢說,敢拍,敢發佈出來 而且是很真 我們看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把這條影片分享出來 在Facebook那裡 其實HeiHei都本來想分享的 但是我分享出來之後沒多久 那條影片就不見了 連帳戶其他的影片都不見了 那我不知為什麼 我不猜背後的原因 那可能其中一樣 通常一些帳戶會自己 刪除了一些影片 或者收了一些影片先的 有可能是 突然間太多人看太多留言 而那些留言裡面 可能有一些是很惡意的批評 那我現在 我今天是專門拍一條影片 就想跟Match Leung說 我覺得一些惡意的批評 你是不需要去理會他 你既然拍了一條影片 令到別人這麼開心 香港現在很少人可以拍片 然後令到別人在幾分鐘裡面很輕鬆 然後感受到很真誠的一個內容 很難得的 這件事 如果是因為一些惡意的批評 而沒有了這條影片 我是覺得非常之可惜 惡意的批評是不需要理會他的 就像我這樣 我拍一些講政治的影片 那些人就說 你說什麼政治呢 你拍一些美女就算了 到我拍一些片 多一些美女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你用什麼美女呢 你講政治就算了 我聽到誰 我告訴你 我一個都不聽 我覺得這些評論是完全沒有用的 叫你不要拍這件 不要拍那件 怎樣怎樣才拍過 那些是完全 對你的生產力是不會增加了 這些評論我是完全不理會的 我理什麼呢 我理的那些評論 就是他會增加了我的生產力的 譬如我拍完這樣 他會告訴我 喂 這樣拍好一點 喂 師傅你會不會考慮說一下什麼 咦 好像上次益母草 有人告訴我 師傅你會說一下益母草 這些增加了我生產力的評論 我就會聽 有惡意批評的 我一個都不理 那 我所以在這裏 亦都呼籲你 阿Matt 我覺得你那條片很好看 我拍不出 我拍不出這麼真 令到我看得這麼開心的一條片 所以我現在 今天我生日 今天師傅我生日 我其中一個願望呢 就是我希望你 放回那條片出來之餘 是可以 繼續用你的手法去拍片 因為你拍的片的手法很獨特 你那種童真 我是沒有了 嘻嘻還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笑什麼 就是 是很難得 你當幫一下香港人 好不好 香港現在 在一個這樣的氛圍底下 可以讓我找到這條片 那幾分鐘 我看得這麼輕鬆 已經是非常難得 喂 現在連Emenio都說退出 少了一個這麼好的 content provider 少了一個這麼好的YouTuber 我不想再見到有人 是 是 明明是拍得好地地 可以有很多人欣賞 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因為一些 惡意的批評 或者因為某些原因而不做 當然原來你 可能你說受到家人的壓力 或者家人不喜歡 不要緊 你拍小一點 但是千萬不要關掉那團火 如果你在拍片上面 你是需要有任何的幫忙 我幫你 嘻嘻可以幫你 你暑假有空的 你想出鏡的 我找你拍片 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你是有熱誠 你是喜歡這件事 才能拍得出 一條這麼有趣的片 很難得 我們真的拍不出 我們真的拍不出 所以我 在這 在這 今天我藉著我自己的生日 來呼籲 Matt Leung 你擺一條片出來之餘 是可以繼續 用你這麼獨特 這麼有趣的手法 去拍片 師傅 我從來都沒有為一個人拍一條片 這次我就是為了你 因為我想跟你說話 所以我就拍一條片 另外也都為了鼓勵其他拍片的年輕人 繼續拍 不要因為一些惡意的批評 不要因為 你沒有理由拍片害怕很多人看的 你拍片是想人看的 是不是 不要因為這些原因 而停止你的創作 停止你的製作 呃 我們 香港的創作空間 或者創作氛圍 已經越來越暗淡 和縮窄 如果我們再自我審查 或者因為一些自己的原因 去放棄了創作 或者關掉自己的火 其實是非常可惜的 呃 我不是真正正正正正正的媒體人 沒有任何主流的媒體會收留我 但是我也想在我僅有空間 和幾個不同的有志的朋友 一起嘗試去力玩狂玩 去令到香港下一代會繼續創作 繼續創作一些東西去娛樂大家 因為香港人面對很多壓擬 是需要一些看了会轻松会开心的一些片 我都想继续见到这个片 所以希望 Matt Langley 和很多同年纪的年轻人 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如果是会拍片的 继续拍 拍更多 拍更好 感谢观看